在每一个不舒服很难受的时候 跳出自我 把你自己的肉身和灵魂 当成另一个他人 你看一看 想一想 观察一下 这货到底怎么了 这个称为我的这个东西 它感受到了什么 它为什么不舒服 它为什么很难受 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的基因 和后天至今为止的 原生家庭 境遇 教育 遭遇 但是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开始 觉察 觉察什么 觉察我这个货到底怎么了 不要把我舒服当成天经地义 不要把难受当成一个东西 你马上要甩掉 珍惜这些不舒服难受 不要把自己都当成对的 把它静静的看看它 说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觉能生会 察觉才能产生智慧 让我们更好的和自己的肉身 和灵魂相处 更好的运用自己的肉身和灵魂